欢迎收看国民大会 各位吃饭要有好酒好菜好朋友 那么只有好朋友还不够 现在流行叫饭菊妹 你知道怎么样可以成为饭菊妹吗 看看我们来宾怎么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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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何其多 台面上大家行礼如宜 台面下男性立委邀宴饭局 除了少不了酒 也少不了女性吃饭咖作陪 就是要多一位 他对我们这个台面太了解 他也了解我的生活习性 第一个我们也没有在外面 去吃饭第一摊第二摊 郑郑人物吃饭喜欢有粉味 不少另一半也知情 只是蓝绿的口味还是有些不同 蓝军郑郑人物比较喜欢像孙仲瑜这样的手女 也包括一些二线议员 党政权媒体都是控制在国民党的比较多 跟传播权上可能有一些咽缘在 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这种小明星 至于民进党走的是本土平时路线 偏好年轻一点的辣妹 早期直接上酒家 有过执政经验之后 也懂得招待所这一套 他们这种喝酒文化 国民党一定是比较严重的 蓝营立伟家跟斗绿营隔岸关火 但有人忍不住冒出这几句 蛮正的 有点动摇的 没有 我如果像发生这种事情 我早就不分尸了 政治人物有权也不缺钱 扯上粉味 适适非非随之而来 好 好看好酒总要有好朋友嘛 对不对 那到底是饭局妹还是吃饭的咖 那我们想问一下在酒店饭局 走跳经验最丰富的 走跳 被拍好几次啊 你不是走他吗 来说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跟你说 现在有分三 黄金猎犬是 罗书磊说的 他说这些男人是小白兔 那吃饭咖跟饭局妹是黄金猎犬 其实我觉得用饭局妹有三个字 是有点低估人家这个非常有气质的美语 不能叫人家饭局妹 很像是高档的公关 那大概可以分三类 像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在叫都是分三类 第一种大概是 在叫 什么意思 在叫 就叫啦 就叫啦 我一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 他专门在排饭局的 他这个名单下来这么长 里面大概有两百个名单 哇 里面都有手机 因为这是他 这大概一年多年来 累积的一个资产 随便叫就叫 叫我看第一种要分等级 今天我跟彦博 两个小胖 叫那三千的 三千的就行了 我们两个小胖叫三千 吃饭 吃饭 三千算什么 三千也有 三千也不错 三千算吃马费 三千算一个吃饭费 这样的 但是这一些 为什么这些 为什么叫三千 他们吃到九点半之后 他们就去上班了 所以晚餐一忙 九点半 他可能去平安罗坡 可能是去酒店 那我们在酒店之前 我们请他出来 三千块 那有一种是 三千块你请他 或四千块你请他说 还要带他进去平安罗坡里面 这刷刷就对了 这个等一下那个专家会讲 我是听我朋友讲 比较好的一点 真正是贵客来临的时候 像说您的先生 或是说比较立法委员 重量级政治的 最大约五千到八千 教授我拜托你一个事情 你拿到饭局看 我哪里可以卡到的 我才叫五千 我才叫五千 一定没赌 八千的 没赌一万 没赌下去 剩下 没赌一万块 三千块我出来 我出来 你来看那些 好 高档的甚至一万块以上 两万块以上 那我们上次在某一家饭店里面 我那个朋友就找某某董事长 上次公司董事长 还有学者专家 那我们都一定是 旁边就是梅花桌这样拍的 但是这个饭局妹里面 有一种是不用钱的 证券公司里面的 他好像 碰到今天 比如说有什么的事情 他根本不用 连钱都不用 还可以陪你去刷他到 这个苏佩的店去唱卡拉OK 或者说皮卡罗吧 都可以 为什么 他为了争取他的生意 然后我常常看见他那些 那些饭局妹 不用钱的饭局妹 是常常跟我们一起 跑到什么酒店什么去 都刷他 刷他到凌晨2点3点 隔天早上还是打电话给彦博说 你这档高屁有要买吗 你追得很紧 那你有听过孙仲瑜这个人吗 我看过几次 都是我一个朋友 在蓝营的聚会 还是 听说也不止 他现在也有医生圈的朋友 我可以讲 我的朋友一个叫Dairywood 非常好 常常跟我在一起 他每次都会 我都会call他 我记得我跟孙仲瑜是好几年前 或者是这几年来认识的 他一进来 因为我们那天是在一个 Discopark的夜店里面 他是帅哥 俊男的杀手 手去煞手 对 真的是漂亮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冰冰包包 有点音乐的时候 忽然来一个气质美女进来 衣服是穿套装的 非常有气质 一进来 我第一次碰到她 我那年约 我那个Dairywood就碰我 陪我说这个钢琴老师 我看得多傻眼 因为什么 这个旺之泥膏啊 为什么 因为他基本上是很气质的美女 所以他會在那種地方出現 你有聽過他彈琴嗎 我沒有聽過 但是在那個場合裡面 就是有產生對比 他氣質出眾 對 對比的現象 這麼漂亮的鋼琴老師會到夜店來 到夜店來 因為他是鋼琴老師有夢幻的感覺 就音符就流露出來了 那我看過他好幾次 都是在比較輕鬆的愉快的地方出現 而且他基本上跟我另外一個建築師好朋友 又不是好朋友 他沒有常常在永福樓聚餐 這樣 所以他其實交友廣闊 跟我們貝蒂姐一樣 我要抗議一下 剛才高超有講說 孫仲瑜是那種帥哥俊男的殺手 錯 那是普通男人的殺手 你去比較帥哥的那種 大家也不會看上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吳玉生這樣 吳玉生哪撐得上帥 對 根本不是撐得上帥 拐彎或小攻擊 你補充的那個真的是比較小的事情 對 這對我來講很重要 很重要 好 問一下我 沒殺到你啦